刘长贵 好说 二长贵的 上回书说到 乾隆爷讥笑刘时安 赏了个刘罗锅的外号 不想反被刘时安将了一军 弄走玉班直不说 还要每年多关他两万两因子的俸禄 为了迎回面子 乾隆爷再出难题 让刘时安跳冰窟窿 不跳马即是抗制 跳了不死还是抗制 怎么着都能扳回一冲 却不想刘时安借骨缝金 说水里有个叫屈原的人 劝他别跳 对没错 就是那个被昏君害死的屈原 乾隆爷没话说了 什么扳指不扳指的 差点成了昏君 这回乾隆爷下扬州 特地把刘时安带着 就想把输掉的全捞回来 而刘时安呢 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什么欲扳指 马脑翡翠 不实用 他想迎接黄马褂 穿在身上 在鄂荣安面前露露 杀一杀着老小子的邪气 至于怎么赢 能不能赢 你且看吧 话说这一日 乾隆爷并刘时安 鄂荣安三人到了扬州 刚一上街 鄂荣安就想出一招 让刘时安数一数 这来来往往男女老少 一共多少人 刘时安一愣 左右那么一瞧 说街上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明 一个叫利 不为明 谁肯早起啊 不为利 又何必奔忙呢 这开局就丢了个欲扳指 乾隆爷心里内叫一个脑 没等鄂荣安开口 他倒是先想到一主意 大街上来来往往男女老少 打铁的 推车的 卖菜的 吆喝的 谁的劲儿最大 刘时安呵呵一笑 说龟奴背上的那小姑娘劲儿最大 因为呀 他能把龙脖子转过来 罢了罢了 什么玉班纸小荷包 都是玩闹 真正的大菜 还在后头呢 前几日 鄂荣安改官一服 以言商的身份 找到重板桥 让他画梅兰竹菊 并且还特地说明 洛款要写 陈重谢板桥工会 因为要送给当今圣上 却不料 正板桥说多少钱都不画 他还说 当今圣上刺乌骨 施留俗 不自知 还到处盖印 古今多少名作 都被他毁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前龙爷就要梅兰竹菊 罗尔阮补充说 落款也不能少 而且 必须在盖了印章的纸上画 倘若画成了 一年再加两万两银子 倘若画不成 罗国俩子取消 以前输的玉班纸麻脑翡翠 通通给我送回来 刘诗安眼珠一转 当即问乾隆爷 要了到手鱼 那正板桥性情古怪 爱骂人 到时候免不了负荷两句 若是说了什么 对送上不好的话 可不能加罪 次日一早 刘诗安 竟安排两个男优 提龙架鸟 并两个小丝 抬一锅闷狗肉 转从仲板桥门口过 养众人都知道 仲板桥有三号 好骂人 好男优 好狗肉 等到仲板桥 闻着味儿追到门口 刘诗安那么随手一掐 挑断琴弦 接上头了 这还只是开场 紧接着 刘诗安又令男优把鸟放了 他最讨厌的龙中养鸟 育养鸟 莫如多种树 使绕屋数百只 扶书茂密为鸟国鸟家 睡梦出行 听一片周旧 入渔门闲池之走 再然后 与之对他男优种种 最后上狗肉 喝酒骂人 仲板桥骂当今皇上 说他富英风雅 师流俗 自无骨 还到处乱盖章 刘诗安便骂恶荣安 说他张头鼠目 笑如狂犬废日 哭似鳄鱼落泪 鼠肚鸡肠 狼心狗肺 携天子以令诸侯 专门陷害忠良 一边喝一边骂 俩人那叫一个豪气成天 突然 仲板桥说 他要以话相奏 刘诗安急了 我这人怪 你要话 我偏不要 仲板桥挠了 我这人更怪 你越不要 我越要画 刘诗安冷笑说 我叫你写 陈仲谢板桥工会 你不画了吧 仲板桥一个剑步 冲到书桌前 我就工会了 刘诗安又笑 拿出盖了印章的纸说 怎么着 别画了吧 仲板桥哈哈大笑 我不仅画 还要画四张 不但一会儿 梅兰竹菊挂别上墙 仲板桥呢 则被男友扶着送了回去 陈多谢我主恩 哎 又得两万两 真是不好意思 前龙爷一脸不快 你连挖苦带损的 冒犯天爷 改当何罪 刘诗安掏出手谕说 臣是奉执行事啊 前龙爷憋了一肚子气 没处仨 转头骂起恶荣安来 今天真是又恶又不安 张嘴 再说仲板桥 第二天酒醒之后 忽然觉得不对劲 西边没人处啊 哪来的老先生 追出去一瞧 嗨 难得糊涂吧 同样四个字 刘诗安也并送前龙爷一份 别老是考来考去 飞光飞光 人世岁短 月寒日暖 莫见人寿仪 前龙爷倒也心大 输了班纸输了银两 照样到处逛 只不过运气差了点 殿小儿说 中间的台子不能坐 是给皇帝留的 本地土皇帝 辅台大老爷张四水 他呢有空就来 没空就两个儿子来 总之得候着 谁都不能坐 正说着 张四水的两位公子 阿呆和阿瓜到了 前龙爷闷了一肚子气 是茶也喝不下 戏也听不尽咯 逛了逛 听人说扬州虫有个神算子 算生不死 算死不生 前龙爷来了兴致 七拐八拐 终于在街口找到 且看这位军爷 抽一旗子 想问问家宅前程 老先生说 旗子双减 从时是围起 越下越多 从墓是象起 越下越少 家宅属墓 再象起 军爷航武出身 再象起为族 这族呢 在本街也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可要是过了河 可以纵 可以红 前程 开矣 军爷大喜 那我可以转大运了 老先生摇头 族过了河 还是族 发达不了 只是呢 比本乡本土的好些 紧接着是个书生 抽了个音字 问乡是能否重磅 老先生说 国内一人 必重 刚说完 旁边的书生丢了铜钱 也问音字 也问乡是 老先生顿了顿 他是无心 你是有心 有心变成个恩字 今朝落榜 他日必得恩可 没说完呢 一个独眼生一棍子 点到 我也问一 老先生灭了一眼 音字加一根 变成了困字 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是困也不是 行也不是 就在这一时 两个女人 吵吵闹闹闹闯了进来 将独眼拽了出去 嗨 大太太二太太 这种房事呢 站了好大一会儿 乾隆爷听得入迷 竟都忘了帮自己问 不过不打紧 一个问命的生辰八字 跟乾隆爷一模一样 老先生突然面色铁青 掐指一算 问道 来自何方 这人打 两响 老先生松了口气 命里空空 劳碌一生 这人叹了口气 丢了铜钱 说 怪不得 刚娶个老婆 就跟人跑了 终于轮到乾隆爷了 问命 就刚才那把字 老先生 打眼那么一瞧 东是正中 你抽一个 乾隆爷一抬手 抽出个一来 老先生 亮亮强强接过 没看呢 一把掉在地上 皇上 您这么悠闲嗓光的 可要小心 一字落在土上 变成了王 再加个白纸的白 可不就是黄了 说着 老先生面色惨白 喃喃自语道 天意如此 大献一道 老先生早就算到自己见皇上 不过他命薄 一朝天子面 马上命归西 怕是活不到今天 太阳落落 乾隆爷一听 别慌 我封你为永不归西的活神仙 时刻跟着我 保你平安午事 走 喝茶去 说来晦气 瑶肉汤包刚端上来 阿呆和阿瓜也到了 这俩人不吃饭 追这个姑娘 很不像样 谁真的姑娘 也不是吃素的 抬手一碗热茶 在一回身 将阿瓜的子孙祠堂提烂 乾隆爷早看不下去 光天化日 强强迷女 当人人得而助之 双方过了十几招 阿呆和阿瓜被打得鼻青脸肿 盘珠子的武师不干了 这次放下钢珠 一套少林长犬直往上扑 乾隆爷面不改色 一招披 一招砍 桌子板凳 全被砸得稀巴烂 反观神算子 气领神弦 既不看也不跑 质肉网门 不大一会儿 鄂荣安发行好叫来官兵 这帮乱贼才被尽数收监 眼看太阳落山 乾隆爷当即叫来掌柜 要宴请姑娘和老者 神算子面色凝重 看看乾隆爷 借口方便下了楼 这一去 可就再也回不来 正如老者所言 大县已到 天意如此 没归西 倒归了东了 原来 刚才老先生急忙写的信 是一封遗书 万般皆是命 半点 不由人啊 不知不觉到扬州一月有余 眼看临近回虫 乾隆爷突然又想起那件事 玉班纸 四万两银子 不过怎么烤呢 三人逛了半场 荤茶素炒 羊肉汤包 总也没个好点子 转到街角 鄂荣安突然领机一动 有了 花卉 所谓花卉 就是彩票 每天开两场 每场开之前 有会头公布两个死门 这两门是不开的 剩下的三十四门 谁要是压中了 一个钱 庄稼赔三十钱 乾隆爷眉头一紧 这不是变相敛财吗 鄂荣安黑黑一笑说 让刘山去赌 限三天 把花卉引垮 若是办到了 赏黄马挂一键 若是办不到 裸过两字抹去 欲搬指玛瑙翡翠 通通收回 刘山一愣 不要三天 两天就成 不过 要从明天开始算 总得留点时间 打扮打扮 若是现在这身去 被人认出来 人家会说 当今皇上 逼着大臣打花卉 肯定把昏菊拿 次日一早 刘山摇身一变 冲了京城来的李老太爷 人家说 腰缠十万贯 骑鹤上阳种 这李老太爷呢 近来到扬州做生意 会停个二十来天 他想借花卉 讨个彩头 场场都种 店小儿说 这还不简单 直接买三十四门 不就得了 李老太爷 眯着眼问 那我赢多少 店小儿说 一个钱赔三十钱 那我输呢 李老太爷又问 店小儿直笑 输就输四个钱 划算划算 李老太爷当即 包了三十四包 每门打一两千 上午一开 果然种彩 赢了三十两 午饭后 李老太爷又来了 自己包了三十四包 每门十两千 银三百两 输四十两 不怪人家说 扬州遍地是黄金呢 傍晚一开 果然种彩 三百两到手 庄家都乐疯了 照这么下去 金山银山都买得起 一夜过去 开市 李老太爷又来了 这回跟我猛 每门打一两金子 正往上挂呢 一个不小心甩掉一包 店小儿一把抓过 问道 李老太爷 这门你打的什么 李老太爷眯着眼说 第三十六门 安市 嘿 刚才路上甩掉了 再补一包 算了算了 李老太爷眯着眼说 哪有那么巧 另一边 掌柜的打开一看 真是一两金子 真打的安市 得 开安市 店小儿苦着脸说 叫你多补一包 您看看 刘山笑笑说 是啊 不过现在 我赢的也不少 一包安市 两包安市 三包安市 四包安市 33包 包包都是安市 赔990两黄金 血亏 掌柜的说 拿不出这么多 最多能凑500两 刘山大手一挥 送向的不要了 反正我这500两 也是捐给孤老院的 不过 你们这花卉 要停办三个月 我治病不在黄金哪 我治在黄马挂 刘山是万万没想到 黄马挂得了 貂皮的 三福天穿貂皮 撒尿的猫眼 三福天穿貂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